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0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 那四大指数最终都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其中跌幅比较大的包括了费城半导体 是下跌了1.93% 那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02% 正常看到这个美国股市 收盘收低的状况之下 通常台北股市相对而言 会开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行情 不过在昨天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先跟大家提醒到 昨天下跌300多点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有隐含一件事情 不只是美国股市在礼拜六的一个修正幅度 同时呢在纳斯达克的一个电子盘 因为在台股1.5%收盘的时候 它大概是下跌1.18%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纳斯达克指数 最终是下跌1.02%来看的话 换句话说那个跌幅不能够说 应该这样讲了 就是说它的那个跌幅其实已经在昨天盘中的时候 已经先行去做一个反应 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台股开盘之后 它反而是以一个小高盘来做一个开出的一个动作 最主要就是因为昨天已经有先跌过了嘛 那关键在于今天的一个行情能不能够开高之后 向上去做走高还是说开高之后 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狭幅度的震荡整理区间 一样我们从三个比较主要的市场 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观察 好首先呢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纳斯达克电子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从这个纳斯达克的一个电子盘 先跟各位做谈起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电子盘 现阶段的一个表现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往上小幅度的开高之后 一度有向上拉高然后回测 然后现在又稍微把涨幅去做扩大 好看起来很刺激了 但实际上它整体的波动幅度是多少 波动幅度请导播稍微帮我们带劲 现在的波动幅度是震的0.12个percent 好那震负0.2 0.3 它都是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震荡幅度 所以你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 至少昨天的应该说今天早上的一个下跌 至少在今天的那个电子盘 它是呈现指稳稍稍稍呈现指稳这样的一个力道 那幅度不大 所以它是一个中性偏多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说以日经跟南韩综合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南韩指数开高之后涨幅收裂 日经指数开高之后涨幅收裂 目前慢慢的往高点去做一个挑战 所以你从这几个现象来看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今天台北股市要往上去做大幅度拉高的空间 应该不会太大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就期货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今天期货市场的一个开盘 它会稍微强势一点点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说你看 涨32点是14852 涨4点是14930 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了大概80点的逆价差 因此今天的行情 我先跟大家谈期货 因为今天是9点钟录影 原则上今天行情的期货 不要去做一个追空的操作 它很容易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很容易会发生逆价差的一个收敛 那原则上今天应该是采取几涨几跌 做反向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操作状况 但问如何 我相信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 应该是来自于说 到底这个行情有没有机会出现止跌 我想我们昨天从 两个比较主要的技术面 当时有跟大家谈到 今天的一个行情稍稍纯见指纹 至少今天的一个行情 不是往昨天的低点来做发展 昨天的低点是14843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在14 目前是在14924 那越均线有呈现稍稍的一个下弯 这个跟扣底有关系 那原则上今天礼拜二 那明天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会到前一波的一个回撤的低点 叫做14545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那原则上因为这段时间的扣底 越均线虽然说今天有呈现小幅度的下弯了 但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确定 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做发展 因为它未来这三天 它还要扣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那你只要指数稍稍的往上去做拉抬 原则上越均线 它就会呈现翻扬的一个走势 所以现在还不能够定义说 它是一个月均下弯 然后指数也跌破的一个空方的一个架构 那未来这三天 我们就看它的一个指数 能不能够回到所谓的一个月均线以上 或者是至少回到月均线附近 这个会代表说后续的一个行情 还有没有持续往上去做弹升的一个机会 那大家的一个标准动作 当然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如果你持股部位比较少 你可以等到方向比较明确之后再来做调整 但如果说你手上的持股部位比较多的 原则上有收链跌幅 或者说是有往上去做拉高的时候 比较弱势的一个股票 应该要先做持股降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观察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指数的一个角度 另外如果说就个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大概有几个重点 我们先跟大家做提醒 那原则上我们还是先从利多的一个股票 开始先跟各位谈 那今天其实在市场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虽然说都是那种零星单一的股票 就是消息面谈的都是所谓单一个股的 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但实际上他们都在谈一个族群 我们先来看这家公司叫3443的创意 今年要赚两个股本 好然后内外资暗债是新疆重返千金 然后以及3529的力望 下半年业绩拼盛上半年 好所以你从这三个消息当中 其实可以看出一个现象 当然这三家公司 第一个它都是高价股 对不对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 它都是属于IP的股票 就是细致财的股票 好那什么叫做细致财 基本上你的东西在生产 你的IC热系在生产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到非常多的技术 好但这个技术是有专利的 好所以当这个专利 你要用到别人的专利权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跟他买 这个所谓的授权金 希望他把这个权利授权给你 所以他有个授权金 或者是这种权利金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好所以这些公司 基本上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族群 那简单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 会大家会谈这个族群 或者说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为什么他的股价表现比较强 很重要的关键是美中贸易 不是美中贸易 美中的冲突 对于半导体的限制 当然市场的想象空间 我再讲一次 这是一个想象的题材 很多人讲说 之前进EDA 我想我们应该是市场当中 我不敢讲说是最早 但是至少我们的 当时在讲EDA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应该是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前任百分百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那个时候其实我有讲到 就是说 因为这次进的EDA是3奈米 那你说3奈米GAA的技术 现在谁用到 现在全部用到的 只有一家公司叫三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 事实上没有那个 没有实质的营收的一个贡献 那大家想象的题材是什么 那他想象的题材是说 那中国如果要发展半导体的话 要借助国内的IP业者 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他的有点 跟之前那个华为事件有点Gaith 当时走都是走一些股票 好所以你看到今天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刚刚谈到了 3443的创意 3661的世新 好那创意的股价也是下跌 然后3529的力旺 今天股价也有一点开高走低的味道 好所以今天等于是 媒体报导的利多的股票 他都有一点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第一个今天有利多的个股不反应 第二个的确有一些消息面 大家趁着这个消息面出来的时候 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但是股价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还是要一档一档来看 不一定要因为他今天股价回档 就认为说这就是一个出货盘 因为整体来讲 如果说我们从利旺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我的股价从999拉起来回测 然后再往上攻到1515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他没有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维持一个惯性 就是低点低点往上去做电高 对不对 然后高点高点 他也是呈现往上电高的一个走势 如果单纯以最近期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 那是多头格局 我想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股价在高档进行横盘的震盪整理 前面也是这样子走 所以如果说 当然我知道价格比较高 稍后我们再会回头过来看 比较中低价的IP股 那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股价横盘 股价横盘 原则上这个大概要稍微等他走一下突破 但整体来说他的技术面不算弱势 因为他是黏着这个五日均线 在做一个高低的震盪整理 因此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后续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增量 往上去做突破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做 或者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两个股他比较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就是你对于产业的特性的了解 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如果就营收的角度来看 他9月份的营收会不好 我先跟大家谈 他9月份的营收会不好 但10月份的营收有机会再往上创新高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于说你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营收图有没有感觉 如果没有感觉 我告诉大家每港在哪里 原则上你看 这是去年嘛 去年1月4.19亿 1.24 5200万 4月3.25亿 5月1.59 6月5700万 7月份3.72亿 那这个地方一样嘛 10月份3.78亿 1月份4.33亿 4月份4.74亿 7月份4.92亿 这告诉你什么东西 告诉你说他的营收的最高峰 每个月的应该说每个季度的最高峰 都落在那个季度的第一个月 就是1月份4月份7月份跟10月份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接下来马上要 因为8月要结束了 马上要公布这个8月份的一个营收 那9月份的营收会是最差的 但10月份的营收会跳起来 所以原则上 应该是在9月的中下旬 如果说那个时候开始 或者是10月上旬有公布营收 有打一个低点的话 那个时候反而会是一个 比较好切入的机会 那其他的个股 当然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惯性了啦 那创意的股价是 月季线当中的区间 也不算区间啦 就是昨天掉到季线位置 然后由手季线开低走高 那今天股价 黏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 原则上你要占回到 所谓的一个月线以上 它才会是属于一个 比较强势的格局 那3661的市新 基本上这一波股价 它的形态相对来讲就比较强 所以整体来说 它的走势应该是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三档 有消息 今天有这个报载利多 讯息的一个个股 它的走势算是特别强势的 所以如果说 就这三档来挑选的话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要以3661的市新 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 当然我知道这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整体来说 大家要习惯 IP类股它的价格一定是高的 因为它的毛利率高 就是正常的IP类股 大概都是这种毛利 就是你看3529的利旺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3661的市新 市新的毛利率没有那么强 但是利旺的毛利率是100% 然后6643的M31它也是100% 这个是标准的就是 我只出技术 其他的我都不管 那如果说毛利率不是100%的 它其实就告诉你说 它有反正我就直接帮你 也跟竞业场谈好 然后竞业场代工号 代工号直接把东西给你 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讲 就会稍微比较低一点 但整体都是属于偏高的 所以价格偏高是合理的 那如果说以一个比较中低价位的 也不算中低价位 就是中价位的6533金星科 或者说像是3035的致远 当然如果说就致远股价来看 这一波的股价走势 原本它是比较弱势 那最近有回到季线以上 好所以接下来你就要看扣底了 因为现在季线扣底来的地方 对不对 好接下来是一个持续往下扣低的一个过程 所以整体来说 它不会马上翻 但是你只要能够维持在季线以上月久 后续当季线翻阳的时候 补涨的那个机会会最大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于致远 可能先做观察 不用急着去做进场 但后续大家的确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后续的一个股价发展 那当然就今天消息一面的 还包括了PCB汽车厂 然后防疫 然后以及电竞三雄 这个时候也在建太阳能电场 那当然这个会有一些 利多的一个带动效果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待 第二阶段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一个盘面 到底股价有没有做比较明确的表态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尽一定带出 金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尽一定带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7点 来到了14943点 预估的成交上是只有1800亿元 所以今天的行情 它会是比较偏向 横向的区间震荡整理 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空间 那我刚刚其实谈到 如果说就 期货市场的角度来看 原则上不要去做追空 因为追空它容易会有 逆价差的一个收链 这个光价差的一个收链 就可以修理 修理空方其实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原则上就是 几掌几叠反向操作 但最好是有涨幅收链的时候 偏向多方来做一个看待 但至于说要看待 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些 消息面的一个族群 我们还是先来谈一下 现阶段PCB的汽车版 下半年的需求 还是非常的强劲 那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同时看另外一个消息 叫做加州进售燃油车 美国2025年电动车市占率 充20% 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来看 原则上我想车用个股 它还会是这个时候 因为相对行情来讲 它会是比较明确的 主流的一个方向 因此从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所谓车用族群的 一个股价走势来看 当然你可以看到 媒体报导的235的进棚 它的股价要往上 整体因为成交到现在是939张 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量的环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原则上我们会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今天股价当然往上突破 创新高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的挂单的情形 其实没有这么样的踊跃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个股 我会觉得 就是尽量不要去做一个太过度的追高 你要做等涨幅有收链有压回来的时候 因为技术面是强的 有涨幅有收链的时候 你回头过来 你再看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表现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今天还可以看到 我们就挑量大的奖 就是包括了 545的台半 好 那台半这一次有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之前我们有谈过 就是说 这两个股 他每次来到90块钱以上 好像 反正就是铝功不过 就是这里一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四次 好不行的掉下去 对不对 好 那最近其实又谈起来 不过这一次是有 哭过90块钱的一个大关 因此因为过去 但90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整数关 但就他过去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 来到90块钱 突破之后 他会转为是一个下档 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原则上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偏向 多方的角度来做看待 那当然车用的概念股当中 其他的一个个股 我想大家就可以稍微 自己去稍微观察一下 今天 电池的两档个股 有稍稍有一点增量 但整体的量能还不是特别大 所以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后续整体量能的一个发展 好 那这个部分是 今天有关于重点讯息的一个情形 当然今天有一些 利空的讯息 我想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金贡上半年 提列8278亿的投资损失 行情下跌有关系 然后 防疫保单等等 其实这个对于 行情来讲 对公司来讲 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另外 利剂型的记忆体 这个可能还是要 稍微观察 就是说最近期的股价 虽然有点没有跌了 如果说我们从 今天的利剂型记忆体的个股来看 例如说金豪科 例如说华邦店 那南亚科等等 你会发现 股价没有因为今天这个讯息往下做修正 但目前来讲他们的技术面 相对而言是比较偏弱的 我想这个是投资朋友在操作 如果你手上有这个族群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去留意 它的一个风险所在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盘面当中 表现比较强势的族群 好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或者说半导体相关 它的一个股价表现是强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族群强 原则上它才会有带动市场人气 或者说是这种 电子股往上攻击的机会 那半导体当然我刚刚跟大家谈了一些 IP股 IC设计股 那大家就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这一些个股在今天 整体股价的一个发展 那其他比较重要的 因为早上事实上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看到航运类股 那个时候股价一开始表现是强的 好 不过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集中在华航长荣航 这两家公司上面 那如果说以这个航运类股的角度 来做观察的话 前两天嘛 应该说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当时因为市场传出说 9月份边境就要做解封 所以股价当时有出现中长红KBAR 然后后来又有澄清 然后好像又要开放 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 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但整体来说 因为基期是比较偏低的 那因为 我们单纯 没有说好或者是不好 就是如果单纯以占营收的比重来看 长荣它是货运的比重比较重 所以大家未来如果看到 如果你是看到货运发展的还不错 或者是航空的货运 这个时候开始吃紧怎么样 原则上会华航的走势会比较强 但如果说像边境开放 这种所谓载客的话 客运相对来讲占营收比较重的 应该是2618的长荣行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 如果从这角度来看 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以长荣行为主 那昨天其实我有谈到嘛 就是这一根红K棒的1分之1 那原则上我们就稍微观察一下 有突破 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要不然就多看 因为今天的成交量 那个名字帮我们拿掉 谢谢 这个成交量其实预估很小 那这个可能对于股价要大幅度推升 它其实并不是这么样的一个有利 那另外如果说以航运类股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 非常多的投资朋友在问我航运类股 那我只能够拿一个 我们当时接受品观点访问的一个消息 跟大家来谈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己上网去Google一下 就是品观点 然后打我的名字应该就找得到 好请导播上帮我们带进 这个地方是8月18 8月18号 就是2022年的8月18号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讲到 就是说行情谈的1500点 有它的风险存在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可以发现就是 后来的行情 其实我们没有很积极的 要再往上追的那个味道 就是我们要做多 但是我们的部位没有说放的特别大 其实最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 原本涨1500点 它其实就是会回测 那个时候我们讲说要减码 航运等四大族群 你看航运个股 其实我说真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到 人质易尽了 因为当时7月21号 我告诉你可以做嘛 对不对 这一段它我们也 掌握了超过10块钱的价差 有吧 对不对 那如果那个时候 其实你跟着向老师出 你看8月18号 其实股价在这里 这个地方978 今天只剩下多少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有时候说真的盘中的变化 它是很大的 那有时候不是单纯看着节目 盘后再做调整 有时候是盘中第一时间 你就应该要去做 因应的一个动作 跟因应的一个调整 因此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掌握住整个行情变化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通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30号的台股这些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8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eID为 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